好 阿全坐第一个弯 哦 靠近我要去的路头的时候 就可以放大了 我决定要把这台车叫做旅行大使 嗨 大家好 我是火阿罗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全 欢迎来到我们公路漂流 台嘎后来 这个来到客家庄 对 客家人的地盘 对 好啦 我们今天来YAMAHA X-MAS新的2023的发表会 大改款 对 其实X-MAS这台有很多历史可以讲 这是当初的黄牌震撼弹 对 那时候就是好像一丢进来20几出头 23.8吧 超漂亮的规格 然后又是日本原装进口 然后当时卖超好的 这一次2023的X-MAS 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应该算是万众瞩目 因为其实很多人也期待这一台 我们就快速简单规格表跟大家讲一下 排气量292啦 改成全车LED垃圾大灯 对 然后呢 马力28P 这一次呢 外观上 它都做了非常大的变动以外 它的车架的部分没有做太大的调整 引擎也差异不大 马力也差不多 它是只有前轮的这个前行角 稍微有做了不一样的变化 变得比较陡一点点 以它们的设定来说就是 如果跟旧款的X-MAS比起来的话 那它在骑乘上在山路上 官方的说法是比较灵敏 会比较好操控 所以呢 他们今天特别选了在蓝色公路的布乌诺咖啡 那等一下我们下山在山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看这台车 它的骑乘的灵敏度怎么样 那我们等一下也顺便试试看 就是在规格不变的情况下 它的前后避震 就悬吊的表现 那在安全配备上面呢 就是ABS TCS 然后加了一个我最讨厌的 Keylis 对然后还有就是 它这一次非常非常主打的 智慧仪表板的部分 他们是说这次针对X-MAS 它有特别提供了Garmin的导航系统 没错 那好不好用 然后还有它这个Y-Connect 连线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等一下呢 就一并的跟大家讲 好那顺便提一个就是 它的车充 是用传统的12V的电源供应 你觉得这一点如何 以台湾的习惯来说 都被USB养坏了 其实如果你去国外的话 12V这个比较万用 而且可以接很多配件 反正我说的东西都从点一头接出来 像我这次去马尔蒂夫的时候 带了一个275公分的彩虹小马 你还在讲这个 对没有重点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骑这台车 去某个泳池或是海边 然后你要弄彩虹小马 给你女朋友的时候 就可以用车充了 所以我觉得呢 12V的电源供应器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啊 然后再来呢 它的油耗官方测试值是34.2 其实蛮高的耶 好啦 简单规格表就大概讲到这边 我们就来看车子吧 车头你觉得呢 喜欢吗 其实我觉得味道不一样了 对啊 我觉得它变得比较沉稳一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X的 对就有一个X型的灯 然后前面这边就有很大的空白 没错 那这边我这样子做 我觉得也有好有坏啦 好处就是可以装一些什么 行车记录器有的 对你就比较多空间可以 看你要装饰啊 还是安装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 对然后呢 再来呢 这边它是那个车手 你看它真的是用手就可以转出来 你要拆了它吗 没有啦 给大家看一下它风镜怎么调 它这个室盖用手就可以转开 然后里面呢就是两颗螺丝 这两颗螺丝转开 直接用拔的就对 就是这样子 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调风镜 可以做5公分的调整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盖回去 所以你要转这个的还是要工具 要准备一组就是六角吧 反正你只要买我们的38件工具组 38件工具组一定可以拆 方向灯改在这边了 我觉得算是很俐落的招型 还不错啦 就多两个小翅膀 再来呢就是后照镜也改了 上一代后照镜好像是一根杆子的 然后它就是有做造型 很像改装后照镜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它还是维持很好的优良传统 什么 就是它底下还是用传统的连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棒 实际做起来呢 车头这个仪表板的位置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偏低 但是我觉得好很多了 至少它是大洋 所以有比较高一点点 我觉得OK 我们膝盖这一边 右手边是一个用轻轻按一下 就可以打开的前车箱 左手边这一个呢 它就是用暗式的 有锁头的 它有锁头的 所以有一些贵重的东西 贵重物品可以放那边 就可以放这边 OK 然后右手边呢 这边就是有 起火跟发动 对 然后双往针开关嘛 在这里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它的拉杆是 他们有特别强调有做调整的 角度有改 长度跟间距也都有改 拉杆的锁点 跟它的压点 二二变二五嘛 所以呢你是可以在刹车的棒 完全不动的情况下 改拉杆 你就会发现拉杆变好按了 然后多了一点点刹车力道 角度改变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不可较 但是我其实像手不大 它间距变 主要是它间距变短 手小的人 就会好抓很多 来 有前踏板 很多喜欢旅行的人 对 就是一定要这个东西 那我看一下收脚性 你觉得如何 收脚性 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收到蛮后面的 它的后脚踏是 这种手动式的 嗯 其实比Fashion稳 对 对 这个比较稳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双载吧 你要直接上来是不是 而且它的脚踏后面 也不会太前面 还是会稍微干扰 还是会干涉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因为我这样在骑的时候 我的脚会稍微往外开 嗯 所以它下脚的话 我是觉得还OK 你看像这样子不会踩到 至少不会下脚的时候 直接脚撞到那个后脚踏 对不会顶到你腿软 对 好 而且这个还蛮舒适的哦 你看这个 我们的空间很大 吵架的时候就可以那个 对 我就怕 我们就吵架了 我跟你不好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车厢空间吧 来吧 好你先放我的自己吧 好然后就是很凸 你会觉得很凸 看起来不像可以放下去 但是实际上 因为现在这嘛 你会觉得很凸这样 对 而且还有车厢灯 对啊 车厢灯 工具包 工具包 然后这边的 剩下的空间 对 没有问题 非常的大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超大 我来看一下车厢的角度 好盖起来 哇 直接下来真好 有一个我刚刚有问 他说他们没有引进 这个 隔板 反正是一整套的一个袋子 有一个收纳袋 然后就套在那边 对对 我真的觉得当初XMAS 大麦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他一直以来 他的车厢空间都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棒啊 然后又长得又帅 这台车的长相 看起来比较前卫一点点 比较超 对啊 这是新潮 年轻人骑的车 待会我们就 南上加南双载 骑起来怎么样 走 GO 我们现在出发了 那出发前呢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他的YConnect 就是他们这一次 其实蛮着重在这一点的 T-MAS的那一个 我真的觉得 没有到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这一台 我们刚刚试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决定 要把这台车叫旅行大师 旅行大师 旅行大师 有扭力大师 所以这台要叫旅行大师 哇 刚刚已经连过了 但是他其实有一个还不错的 就是说我可以快速重连 像我现在按配对 他就把之前的都删掉了 好 那我现在就开始配对嘛 然后 他就按这个开启汽车 然后就像这样子 好 那你就按这个 这边 同意 好那我这边按下一步 然后他就开始搜寻了 然后 这边的话 他要在 他的连线这里 连线 设定连线这边进去 其实他已经跑出来了 点进去 然后他就点 是 然后就选择配件 好 选择配件出来了 然后他现在就在配对 就连上了 就这么简单 你也可以去选择 已配对装置 你看 像他这边就有我的 跟他们自己提供的 那我现在就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APP 他有几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 譬如说 你的油耗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显示出来 然后你的停车位置 不用怕再找不到 那个停车的点了 他这边有一个排行比赛 他会把你的资料上传 然后你就搞不好可以看到 譬如说 会有一个写 美国某个人 Spark Law 然后他的里程已达到40万 短短一个月就40万这样子 吓死人 然后呢最后其实是我一个 觉得最有趣的 就是我把它取名 或旅行大师的重点 就是 它有一个就是骑行记录 骑过的地方 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 然后像我这次美国 就可以把我的轨迹 全部拉出来 就很屌 然后 那它这边呢 它有哪一些东西呢 它的资讯的内容 就是可以显示天气 然后显示通知 然后显示导航 然后甚至你手机 本身也可以当仪表板 它就有一个手机仪表板模式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好处 然后来电啊 都可以从这边接停 好我们等一下就上路看看吧 走 好 好 阿全做第一个弯 左弯啊 哦 哦 是因为带人吗 乘来车的稳定性变比较好 哦呦 哦呦 这个路实还有点危险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骑起来 其实 还蛮稳的啦 过第一个弯的感想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多载一个人的关系 所以 避震器的下乘量比较够 其实比我想象中轻快很多 对啊 对 这乘来车的感觉变轻了 对 它就没有像原本的XMAS感觉 不管是琴还是你牵它 它感觉就很笨重 对 它那个笨重感不见 而且我觉得下脚蛮棒的 你这样拍 你看 我可以半脚完全倒地 看到吗 以我觉得一台大洋来说 这个弱角性非常非常的清明 好 那我现在 导航OK结束 来试试看 导航 好 停止导航嘛 那我现在 现在就是地图模式 对 那我试着就是看着地图骑回 对 好 好 靠近我要去的路口的时候 你看一下我们要去什么 滑南路吧 对不对 对 那我就可以放大 哇 好巧 到了 好来骑完之后 阿犬有什么感想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跟旧款的骑程感受不太一样 嗯 它的确变得操控上是比较灵活的 我觉得后避震 因为我们刚刚摘太重了 所以我们比较难感受出来 至少我因为我刚刚只有双摘 好可是我觉得前煞刚刚急煞的时候 路弯重煞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前煞 撑得住我们两个 有感觉 但是后悬吊我会建议 如果你是要载到像我们两个这种的话 你真的要改 就如果你是要去极限抄驾的话 对 会建议你都改一改啦 我觉得我以前骑的旧款的原厂车 因为那时候去试车是去五指山 那我那时候骑旧款的叉妹过个发夹弯 是直接一路晃 展开车前后一起晃 晃到整个外抛这样子 嗯 但是至少我觉得它没有那种 会扭到外抛的感觉 单人骑也没有是不是 单人骑也没有 至少我觉得这样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可能你变胖了 你才胖 对 还有一个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就是这一次改款的最大的重点 其实就是科技的系列 它的仪表的部分 必须说 的确是真的好用 好用 音乐也可以播 导航也能正常运作 没错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 你真的是可以用左手 然后就可以去设定很常用的 住家跟公司 然后甚至有一个 它有一个内建就有一个最近加油站 内建最近加油站是很棒的东西 对 你就按一下进去 就有这三个 如果你不喜欢 其实我觉得最棒的 就是它全时周边地图显示 那真的不错 就是跟我们平常手机开Google地图那样 然后就放在那边 就放着 它就是那种常态的静态的在那边 它会跟着移动这样子 对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会没电 或是过热 然后它的亮度也很高 我觉得反应也及时 而且呢 它透过上下这个按键 还可以及时放大缩小 如果我今天是我要开去高雄 以前我女朋友住高雄 我常常开嘛 对不对 我就大概知道 我要在哪个交道下 可是我还是有地图会比较安心的话 就够了 我觉得如果是你喜欢旅行的人 就有讲的这台车呢 就是旅行大师 然后你还可以长期累积你的轨迹仪表啊 然后还有可以显示即时的这些油耗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不错 我们刚路上就有记录几次轨迹啦 还蛮不错玩的 嗯 优点还有一个啦 就是它连线其实非常非常直觉 你看我们一开始连线的时候 其实很快 不用插线这些都不用了 那缺点呢 它的连线这次刚好被我们抓出一个逻辑 你如果这台车同时连你跟你女朋友这样子两只手机的话 它会一直跳回第一只 你有什么要预设人家一定是载女朋友 那或是你跟你男朋友之类的话 随便啦 对 两个人的手机第一只先连的 两只同时都打开在旁边 它会又先连第一只 对 就算你强制连的第二只过去 它还是会切回第一只 对 然后刚刚我们被这个东西就弄得非常非常的摸不着头绪 我就不懂为什么一直断 好 现在是要重新连线了吧 对 连线中要稍后 天气好要稍后 嗯 很像耳机有连进去吗 连线装置无法使用 现在连了 哦 手机连到了 连线失败 你的耳机的 居号 耳机可以了 对 可是它说连线装置无法使用 对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后这状况 是因为原厂有配一只手机给我们用 嗯 那火花又开它自己的手机连 当然一直切回去原本那一只 对 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刚刚其实也反映给它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使用的情境的问题 因为原厂可能就设定说我只有一个人 它就是单人使用者的情境 但是就是你像我讲的啊 如果我今天这台车 我爸也要骑我也要骑 我弟也要骑 然后刚好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 然后停红灯的时候全部就乱掉了 没错 对 所以我会建议在使用上的时候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你就选一只手机就好了啦 再来呢就是导航的时候 嗯 你要特别注意它的那个 Ugami Street的那一个导航 Gami那边在连线 对 那一个导航你要记得哦 要把它就是按连回去 不然的话它会一直显示 找不到导航 对 但我们排除这两点之后 还蛮好用的啦 对就是正常连线的时候 使用的体验上是OK的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其实看过目前市面上 蛮多智慧仪表版的啦 对 你觉得它排第几 它跟欧格应该可以先排在前面 已经可以排在前面了 对 某一家竞争对手 它有用Apple Car 嗯 那我其实觉得那个就很难用 它这一台是可以不用插线的啦 在刚开始用的时候 会卡一下 对 但是你开始使用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体验是好的 对 我倒还真的没有 给哪一台的智慧仪表版 给这个评价啦 我老实讲 这边呢尾巴就是 顺便跟大家透露两个消息 第一个呢 这边是布姆罗咖啡嘛 它那前面不是有一个模型车的那一个箱子 那个小箱子 大家就可以拿拍照 放一个月 对 好然后第二个 只要是Mess系列的车友 NMess TMess XMess 通通在这边咖啡 买一送一 SMess呢 SMess也有啊 有太棒了 当然是Mess都有嘛 对不对 他们这边就是有额外释出这两个优惠 也顺便跟大家讲 我到时候日本要骑这台 另外再拍一次影片跟大家分享啊 对 对对对对 顺便讲一下 它的售价是25.3嘛 对不对 对对 以这个价格来说 把价格考虑去训续 你觉得这台车呢 给个分 我觉得其实大概可以 至少有80吧 可以买的 因为它ABS TCS都有嘛 嗯 然后现在又有智慧仪表板 对 然后虽然风径是不可调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调整起来算方便 嗯 那车厢也够大 那真的是一台旅行用的车款 是算蛮好用的 哇 如果你想要跑的话 嗯 你就改吧 一个沿用原本的改装品嘛 都可以 因为就是它的前刹人避震那些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都一样 那就是沿用 那我个人其实给一根高分 我会给到95 因为我觉得 它刚好有打中了几个点 第一个超级大车箱 两顶全招 没错 然后第二个价格 25.3 其实很漂亮 对 第三个TCS ABS那些都有 然后它的比较弱向的地方 载重双载的运动性 这老实说是它比较弱向 可是刚好这是我不在在意的点 我会扣的五分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KIDIS跟LED大灯 就是扣这两个 剩下的我觉得很棒 然后你看它两边都有空间啊 对啊 我们必须再讲一下 那个KIDIS真的 原本就很烦 因为它会一直嗶嗶叫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一次不但会嗶嗶叫 它会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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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叫 对 好啦那今天我们 那个YAMAHA2023XMAS的试程 它们好像现在 2月开始预购到现在 已经过两三百台了 两三百台 然后说今年的第三季 7月 这时候开始交车 开始交车 预祝各位XMAS的车主 就是享受这台车愉快啦 今天大概就到这边 谢谢阿全 谢谢周慧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 五岩路骑了大概 快三百公里一只 现在应该很大问题出来了 超过二次它就开始漏了 2 6 3 200 5 2